台湾已经有一个月的新冠肺炎本土个案都是零确诊 疫情有逐渐缓和的趋势 高雄市政府也宣布将分三个阶段逐步解封市府所辖管的场域 其中封闭型的运动场馆将会配合防疫期 在优越底重新开放 运发局也强调会持续落实防疫措施 让民众在安全的空间里从事休闲运动 配合中央防疫政策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 从4月份开始管制所属的公办公营室内封闭型运动场地 包含中正积极管市全管封闭 另外左营活动中心国际游泳池室内池和中正运动场健身中心 及男子射击场目前都是暂停开放 预计会在第二阶段的解封时间也就是6月30号重新开放 当然我们开放的时间第一个是我们也完全的去遵照中央疫情 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开放的准则 市府一定是站在希望能够服务市民这样的一个立场 那但是我想防疫优先 至于开放中的室外场馆为了保障民众的使用安全 运动发展局仍然是采取实名制管理 并且限制有咳嗽症状的民众进场 希望持续落实防疫把关动作 让民众在安全的环境从事休闲运动 目前还是维持开放的一些场馆 它能够加强防疫的措施 那使命制是其中一种 所以除了很基本的进入之内 要喷酒精消毒要量体温之外 那我们也会婉拒这些 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民众 或者是发烧的民众入场 虽然目前疫情有趋缓的现象 不过为了防止疫情卷土重来 是否还是呼吁大家不要松懈防疫 并且持续推广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大家持续配合 让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记者李正道黄兰军高雄报道